23号 记者从中国船舶集团获悉 我国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将主要依托广州母港运营 并积极布局华南市场 打造邮轮经济与文商旅融合发展的创新样板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运营方爱达邮轮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共同签署合作协议 该协议的签署 标志着双方将共同推动广州邮轮全产业链生态体系建设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将以广州作为母港运营 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拥有770米的暗线 在国内邮轮母港当中 口岸查验通道数量是最多 旅客后船的面积条件是最好 据介绍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目前已进入总装搭载的加速期 计划于2026年底完成交付 并将于2027年正式在广州南沙邮轮母港开启国际航线 接下来 爱大邮轮将在今年完成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 从广州出发的邮轮航线设计 丰富华南消费者的出游选择 第二条大型邮轮部署广州以后呢 我们将会完善我们的邮轮产品设计